受风箱台11禀线30号下午发生一车祸 一名方姓女子骑机车从外线车道要切入中线左转 没想到执行的王姓男子疑似斩臂不及直接撞上 连人带车翻滚了好几圈重摔在地 方姓女子没有大碍不过王姓男子是当场失去意识 索性送医之后是恢复了呼吸心跳 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对象车道机车切入中线在十字路口左转 结果下一秒执行机车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连人带车打滑翻滚了好几圈重摔在地 好几名热心民众围在旁边协助抢救 不断对伤者进行PCR 男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被送往吃鸡医院救治 救护人员表示抵达现场后也发现患者呈现欧卡的状态 本分队收回起报案 患者为21岁男性骑士 行经台11丙线6.5K处 因闪避车辆不及造成自衰 救护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患者欧卡 立即给予AED、CPR、LUCAS以及IV注射 患者送慈悸院救治 19岁的女大生骑机车在路口左转 被执行的21岁男子撞上 女子没有大爱起身查看 而男子倒地失去意识 索性送医后恢复呼吸心跳 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记者林杰 收风箱 采判报导